高雄30日新增8319例本土确诊个案 市长陈其迈在记者会上说明 高雄市儿童疫苗施打率为6都第一 百分之36.9 12到17岁高雄市第一剂 第二剂接种率高于全国平均 也是6都第一 我们高雄市大概在目前 完成第一剂的比例是36.9 在6都我们是打得最好的一个县市 已经打到36.9 因为我们之前在我们的诊所 还有社区都有提供接种 是36.9 也高于全国平均的31.6 那6都的比较在这里 这张等一下也会提供给大家 那在12到17 我们高雄市在第一剂第二剂 这个是VNT我们打得也不错 都高于全国的平均值 在6都来讲 可能都是打得比例最高的一个 一个县市 陈其迈到校园关心儿童疫苗施打其行 同时慰问及感谢医护团队 在施打过程提供最好的服务 他鼓励学童到校施打 在环境来看我在新上国小看 其实不管是王校长或者是老师等等 都非常的耐心 也包括我们的志工 都非常的耐心在帮忙施打疫苗 也要特别谢谢高雄冗总的医疗团队 那在这个疫苗施打的过程里面 给予我们小朋友最好的服务 5岁到11岁虽然校园已经有施打 但是我们社区站还是召开 给一些可能小朋友比较不方便到学校 或者是有其他原因的 那原则上我们是鼓励大家在学校施打 高雄本土疫情目前属于持平阶段 高雄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提醒 在高龄族群部分 一旦家中有确诊个案时 65岁以上长者务必落实与家庭成员互动 避免近距离接触